先開始來關心這個大學生的訴訟 現在有特別的突破 因為這個大學關係通過了這個刺激 被控告學生可以拿出這個行政訴訟的條件 所以不論是這個體格或是在大海埔 科技的成績 其實是在選口方面 大學生只要感到學校的初婚是不太合理的 都會有辦法拿出這個行政訴訟 要求這個歡迎要來主持共同 民國五十三年 那當時特代代研究所信念創藥物 在總統上去期間 用學校生清大田兵海埔 讓學校以這為佩的國家發展記載 後來代代還有一名學生擔任他 想要看他計算其他學員的庫定 然後學校好管 另外一名技術學員的性能學生 口齊降一天造成必修科目不及格 這幾個學生人為自己的關係受到傷害 用後來生死和經濟訴訟都被報復 所以就行政訴訟 即使非屬退學之類的處分 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及有救濟之意識 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徵送 無特別限制之必要 讀法國會期間通過實現推翻實現十六年 是在第三百八十二後解釋 也就是說未來大學生 除了被抵抗出婚 清除選擇口大海埔 甚至口齊行政 只要對學校出婚不好 都可以拿出行政訴訟 不過這種條件解放 是不是會反送大學對學生的優秀力 將來在個案上面是由法院來根據 本於維護大學自治的原則 對於大學專業的判斷應與適度之尊重 全對社會案的相對相 只限制大專業和研究所學生 不是每一級學校都適用 另外行政訴訟的範圍 未來也是需要由 國務部行政政送機關 以照顧案自己認定 起者綜合不得